台北市道部門的鳥形 團團營營 過去都做過生日 不過因為團團在今年四樓 今年是營營 頭一次自己過生日 他也已經是十九歲了 差不多是我們人的六十歲 道部門說他還算很健康 也特別來照顧他自己 道部門也會把過新的團團來作成票本 江州領館胖出現兩個 頂頭有感謝做的十九歲 拿到紅菜頭上去生日快樂 所以後來換主角依依立場 來到健壤哥頭前 他先拿頂頭的蓬蓋大槌吃起來 當年慶祝生日的重頭戲 跟健壤哥就在要吃甘蔗的時候來了 今年依依孤單一行過生日 比起去年希望的團團 不如說他是健康薄薄 不過十九歲也相當年齡六十多歲 正在老年要特別照顧他的嘴氣 現在每天就是要幫他刷牙 避免一些牙齒 一些熟業的食物的殘渣 塞在牙縫裡面可能造成牙齒 希望之前紅鳳已經完成 撈准他的鎮細胞還有精液 提供研究 有關他的皮跟骨頭已經進入標本 這則定屬 開過專家群會議 那目前的決定就是說 我們還是會去盡可能保留他的骨骼跟皮毛 這個部分我們就是已經都決定會去保留 紅鳳強調動物有可能因為破皮 部分的皮膚感冒並沒有合不準 所以才會說盡量保留 有關標本本身未來是依研究 這是高下目的來做宿客 並不是公開電視為主 有關標本當時的完成目標沒有時間表 記者 您一問 五角布 台北報道